黄瑾瑜、张静怡主演的陆剧 她从火光中走来 因剧情写实感情戏较少 被网友们笑称这不是偶像剧 而是职人剧才对 该剧日前播出大结局 黄瑾瑜饰演男主角林露霄到森林大火现场出任务 所有时间突然转到过年 林露霄与另外两名已经牺牲的队友 以及另一名断腿的队友过年 似乎暗示着四人都已经牺牲 而张静怡饰演女主角男主 在舞台上演出时 台下留了一个空位给林露霄 种种迹象都被网友们认为 林露霄已经在任务中殉职 让居民们直接崩溃 不过黄瑾瑜、张静怡 开直播与居民们同步观看大结局时 发现王傲们崩溃后 黄瑾瑜急忙强调自己没有死 而是开放式结局 但转头又说开放式结局不就是在找借口吗 张静怡则认为开放式结局就是好的结局 那似乎是为了安慰粉丝们才这么说的呢